好 接换一个角度来看全球疫情 金砖五国当中疫情最严峻的现在是巴西 累计新冠死亡的人数已经夺命50万人 巴西一天平均就有20个人丧命 他是进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的国家 巴西全国示威在刚刚结束的周末遍地开花 都是要求总统波索纳洛下台负责 另外一方面升温的还有俄罗斯的疫情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放完了9天防疫价 确诊人数立刻飙高 在周日这一天单日新增1万7千多人 首都就占了半数 莫斯科新增的确诊病例有8305例 至于亚洲的印度疫情已经稍稍趋缓 单日新增依旧有5万8千人这么多 那么印度政府解除了封锁 街头立刻爆满人潮 印度民众不能够轻呼防御 因为估计再到6周或8周 印度整个疫情又会翻转飙升 沿着沙滩一路摆放鲜红色的玫瑰 绑在插好的木桩上 一只玫瑰花象征1000个死去亡魂 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加巴纳海滩上 插满500只玫瑰 象征巴西依新冠死亡人数突破50万人 是全球进美国之后第二个并估数超过50万的国家 由巴西非盈利组织所举办的纪念活动 美丽的玫瑰花海背后是巴西第三波严峻疫情的冲击 过去一个星期巴西平均每天死亡人数达2000例 巴西的死亡高峰让民间把矛头对准总统波索纳洛 周末全国各地都有人走上街头大串联 高举气球 旗帜和大型看板 要求波索纳洛为疫情下台 一年前巴西圣保罗这次墓园挖了上千个墓穴 是为了疫情做准备 当时没人认为这些墓穴会被填满 一年过后满满的亡者遗体被埋葬在此 墓园只好在旁边找空地继续开挖 统计发现运作是现在这波巴西疫情中 死亡风险最高的族群之一 平均每十万死亡中有五十五人是孕妇 专家估计随着巴西P1变种病毒传播 孕妇死亡人数可能双倍成长 统计目前巴西平均每周的孕妇死亡数达四十二人 不到两个月时间巴西死亡人数从四十万 窜身到五十万人 但总统波索纳洛仍然坚持自然免疫 还以此类言论洗脑支持者 他的疫苗采购计划更是漏洞百出 去年八月当辉瑞主动提议 要帮巴西保留七千万剂开发中疫苗 波索纳洛政府充耳不闻 只愿购买AZ 等到疫情大爆发 剩下中国科兴疫苗是唯一选择时 他又鼓吹科兴不可信 让人民望之却步 巴西至今的疫苗接种率不到百分之十二 是金砖五国中最严峻的地区 颈椎在后的是疫情又升温的俄罗斯 二十号单日新增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一例 首都莫斯科就占了将近一半 八千三百零五例 显示上周政府祭出的有薪假防疫 起不了多少作用 民间谣传许多确诊者 已经施打过两剂俄罗斯自制的 史普尼克V疫苗 被政府严正驳斥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那些人不能痊愈 这些事实在有 但是他们不一样 莫斯科实施相近 从晚间十一点到清晨六点 不许店家营业将持续到本月底 警方晚间严格取缔 专家警告这波Delta变种病毒 让重症比例快速增加 从上周三起莫斯科率先带头 规定服务业教育工作者等 列入强制接种疫苗类别 目前全国已有四个地区实施 但本周的防疫最大破口 恐怕是新一波热浪来袭 莫斯科记录到30.5度气温 预计周二将达到35度 民众纷纷到户外吹风纳凉 但是很多人都没戴口罩 而同样出现防疫破口的金砖国家印度 近期因为疫情趋缓 政府解除封锁令 开放民众出门购物和上班 没想到闷坏来的民众一窝蜂上街 采买市场挤满人潮 新德里的地铁入口 一大早竟然被上班族给塞爆 排队都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20号单日确诊5.8万例的印度 已累计2988万人染疫 38万人病故 印度政府呼吁民众 解封不代表不用遵守防疫措施 同时也有专家警告 在这样下去 最快6到8周 就会迎来第三波疫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